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销售额 减什么 2015年 总销售额 刮胡 被谁来除 被2015年来除 还是2016年来除 还是随便 2015好像比较多人说 听得懂吗 这真的是国小数学 可以接受 其实我这边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这些数值你要自己去算出来才有 否则它是不存在的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这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这边是2015年 总销售额 请问一下这个数学公式 也许你可以回家问你的小朋友 可是真的 真的 这个数学公式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会有同学一直在纠结说 为什么不用2016年来当做是分母来做校正 OK 请你回去先讲一件事 你的国小五年级的数学老师是谁 要不要写一封信跟他联系一下呢 好 我们来去看这个地方 请问是我要计算什么 我要计算成长率 成长率 就是2016年的成长率 请问我应该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就写2016年成长率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刮骨 我是不是要取用他 所以是不是在订单里面的他 所以一片 06 G 刮骨 u 1 G 所以是 2016年 级TAP YES 你又马上发现一件 很神奇的事 当我打了一撇 它只出现三个 因为我前面没有任何的函式 任何的方式 一撇r exam 1 Gración 1 G transition 1 级M pł 5G 2015年 级TAP C circ test 然后CAP键 2015年总销售额 然后Enter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第三张资讯卡 告诉我们2016年成长率 成长了29% 算多了 可以吗 所以请你们自己去算出来 算出来 这个2016年的成长率 销售额的成长率 可以哦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这件事